凤凰花开又到了毕业的季节 芮芳区鼻头国小今年毕业生仅有一位 但学校还是隆重的举行毕业典礼 虽然因为疫情 很多学校毕业典礼都改采线上 但鼻头国小依然是举办实体毕业典礼 要给予学生最大的祝福 就是虽然我们班就只有我一个 但是自己毕业还是很开心 因为可以拿到很多的奖品 例如什么市长奖 局长奖 校长奖等 毕业国小今年只有一位毕业生 就是我们孩子们老师们所称的风歌 为什么它叫风歌呢 因为它是所有我们老师跟孩子们的最佳识党 我们这个毕业生但他并不寂寞 他在学习的路上 其实我们安排了很多的共同学习 而且因为他很优秀 所以我们让他的长处 带领我们其他的孩子们一起学习 毕业生郭成峰就说很开心要毕业了 只有一个人的毕业典礼 可以包办所有奖项 很开心 虽然六年级只有他一个学生 但学校的混零课程 让他和其他学生一起学习 也结交不少好朋友 感谢老师这六年来的栽培与教导 他会带着师生的祝福 展翅高飞 因为我们学校有混零课程 所以会跟其他班的一起上课 然后这样子可以交到更多的朋友 谢谢老师 他会带我们同学一起跑步 一起练习 然后也会带低年级孩子们一起阅读一些文本 所以他不只自己做得很好 我们还因他的优点带动更多的学习 其实这也就是我们偏乡学校 一个必须去思考的问题 虽然孩子少 但是要让孩子的互动性 孩子们之间的合作 孩子们之间的团结 互动这些都必须是我们在整个让孩子学习过程中必须建立的能力 比头国小校长就说 虽然今年只有一位毕业生 但他并不寂寞 他在学习的道路上 校方安排了很多共同学习课程 而且因为他相当优秀 所以校方也运用他的长处 带领其他学生一起学习 成为其他学生的典范 其实这也是偏向学校一个必须思考的问题 虽然学生少 但是要让孩子的互动性 孩子们之间的合作 及团结互助 这些都必须在整个学习过程中建立的能力 谢成为瑞芳采访报道